華語大師要帶您關心到 烏俄鄰國白俄羅斯的總統 盧卡申科 在10號宣布 已經跟俄國達成了協議 著手來籌組區域聯合部隊 以便面對來自西方的威脅 白俄羅斯國防部呢 在15號公布了影片表示 首批俄軍已經抵達了 月黑風高的晚上 俄國的軍用卡車和火車 接連抵達 但這裡不是烏克蘭 而是和俄國組成 俄白聯盟的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國防部 15號公布影片 表示酬組200兩國區域聯合部隊的 首批俄國軍人已經抵達 會有近9000名俄國士兵 進駐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10號宣布 跟俄國組成200聯合部隊 對抗來自西方的威脅 他更指控北約有意 進犯白俄羅斯 甚至準備動用核武 消息一出 白俄羅斯反對派人士痛批 其實烏俄開戰至今 俄軍曾多次從白俄羅斯 發射飛彈攻擊烏克蘭 白俄跟俄國軍事聯手看外 是否會讓烏俄戰士再升級 令人擔憂 無連哲編譯